小伙在监狱里突然发现孕育机会 隔壁牢房关押有一只明河龙 这家伙个头虽小 但是却号称铁头哥 于是欧文当即就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他狂吹口哨引诱明河龙撞击牢房 分分钟牢房就被撞出一个大窟窿 紧接着 他又引诱这家伙撞击钢门 差那间 钢门也瞬间崩塌 就此他们成功脱困 事后他们遇到小女孩梅西 此时此刻梅西正为外公的死而伤心 当他得知欧文是来救恐龙时 那时瞬间看到希望 当即就带领欧文来到拍卖现场 而此时富豪们正在这里拍卖暴虐迅猛龙 这家伙虽然只是一只样品 但是却丝毫不减富豪们的拍卖热情 分分钟暴虐迅猛龙的竞价就飙升到三千万美刀 此时此刻 欧文也是终于看清这些人的丑恶嘴脸 他决定阻止这一切 于是果断把明河龙引到拍卖现场 面对明河龙的铁头弓 富豪们那时被吓得瞬间尿不实尸头 赶紧撒鸭子逃命 但是贪婪的丧彪却不信邪 他进入会场 果断开枪麻云暴虐迅猛龙 然后又拿出钳子 就要拔掉暴虐迅猛龙的牙座项链 殊不知这家伙是基因改良心品种 根本就不吃麻醉 只见他微微一笑 然后对着丧彪哭斥就是一口 一旁的富婆健壮那时瞬间尖叫 结果悲剧了 他成功引起暴虐迅猛龙的注意 下一秒暴虐迅猛龙就逃出牢笼 直奔他们而来 而这还没完 随后这家伙开启狂暴模式 就要干掉这里的所有人 欧文健壮那时瞬间惊掉下巴 赶紧逃进地下室躲避 殊不知这家伙嗅觉堪比二哈 分分钟就找到他们 几人也是瞬间吓尿 赶紧风陶逃上屋顶 但是根本没用 这家伙好比狗皮膏药一样 紧随其后就是不放手 硬是把他们逼到无路可逃 艾美丽健壮灵机一动 用红外线瞄准欧文 示意暴虐迅猛龙猎杀欧文 这里说明一下 这家伙受过训练 一旦受到特定指令 就会毫无保留地干掉目标 欧文健壮瞬间瞄动 果断配合行动 然而万万没想到计划却失败了 这家伙居然抓住房梁又爬了上岸 就在这绝望之际奇迹发生 迅猛龙小兰突然冒了出来 她一个飞跃扑向暴虐迅猛龙 成功将其拖下屋顶 而楼下正好处理有一颗牛龙标本 就此暴虐迅猛龙被牛龙脚穿透凉凉 事后他们来到控制室 果断打开牢笼释放掉所有恐龙 下一秒 整个庄园都被恐龙群包围 混乱中 胡子男被乱脚踩死 终于为他的愚蠢行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人类世界也因此发生巨变 现在人类不得不想办法 与这些史前据说共存 好了今天的电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